真的 現金一百五十萬 同時代季股本也一百五十萬 那如果是林安個人呢 我就說了喔 個人啊 他如果是個人的話呢 他就寫 他是有個什麼 長期投資 我投資的金額是多少 一百五十萬 長期投資是一個資產 你怎麼取得這個資產 因為我說了 我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啊 你取得這個資產 一定你有付出嘛 你付出什麼 你的現金 或者是你的原來的賬資險 銀行存款也可以 假設你另外有一個 你的會計 林安個人 他的會計紀錄上面 有一個現金 就代表的是他口袋的現金 那有一個銀行存款是指他存在銀行的錢 那如果是 他是將分別記帳 那我的銀行存 我就寫銀行存款 那如果他的個人記帳方式呢 我就把我口袋的現金 跟我封的銀行 我可以隨時取領 提領的現金呢 存款你有呢 都當作是現金 那我就直接代記現金就好了 好 那就是一百萬 然後因為他個人跟人家借的 所以他是什麼 假設我就認為他是長期借款 好 至少你要承 你不管他是長期還是非常期 至少你要承認 你要承認有一個借款的事實 所以你的分數就這麼簡單 你就連按公司借現金 我管你那個錢是怎麼來的 反正這個公司就是拿到一百五十萬的現金 所以我就在借現金 代股本就結束了 好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可能一開始有個同學寫了資本公司以後 大家都是照這個資本公司的角度去寫 好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 這種同學怎麼完全沒有概念啊 這跟之間之間完全沒有關係啊 好 那如果說 我現在講 如果說 這個呢 這句話 好 那如果念到 林安資個人銀行存款 帳戶提取了一百萬 成立林安公司 然後呢 十萬 那個六項 朋友借款五十萬 對 林安公司 好 應該這樣說了 就是說 這個林安成立了林安公司之後 公司才跟人家借了五十萬 這人是怎麼來的 誰簽的線我們就不管他 好 所以呢 如果是 借錢的是公司 好 我剛剛講的是 借錢的是領安個人的事情 如果今天是 公司成立了之後 再以公司的名義去跟人家借錢 好 所以借錢的是公司 不是領安個人喔 好 那我用這邊來寫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好 這邊就有點寫的 有點對 只差在哪裡 只差在這邊 它不是資本公金 它是股本 這是公司借錢 所以它產生的負債 所以它的股本是一百萬 那另外呢 它指的這五十萬是公司跟人家借的 但是基本上你就不要寫應付帳款 你要寫Long Term Loan也可以 長期貸款 或是長期借款 或者是借款 但是你不是Accounts Payable 我們已經講過了 應付帳款必須是你主要營業行為說產生的 在五 那我現在是借錢成立 借錢來啊 那我沒有因為營業行為而產生的負債 所以我就不能叫做應付帳款 好 那如果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這個 那這個客戶用的不好 好 這個客戶用的不對 好 那林安個人要怎麼寫呢? 林安個人就更簡單啦 它就是借長期投資 因為它個人只拿出一百萬 因為多穿這五十萬是林安公司借的 所以跟它個人沒關係啊 好 所以呢 它個人只是借長期投資一百萬 然後它付了什麼? 付了現金一百萬 就這樣而已 好 這是它個人 所以這件事情呢 這個交易裡頭提醒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誰借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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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先搞清楚 好 先搞清楚是誰借錢的 好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在於你的客戶怎麼用它嗎? 你搞清楚是誰借錢的? 那接下來你就知道怎麼? 你就知道怎麼? 你的客戶該怎麼用 就這麼簡單一個交易了 所以 基本上呢 你不要碰到 因為常生活裡頭你會碰到很多的情形 你不要 通緣音就變傻眼了 就說 啊 這該怎麼用? 所以當時我看過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也傻眼了 為什麼沒有問我這個問題呢? 還問了八、九個人 八、九個人沒有跟同學的答案是重複的 哇 那我已經好厲害 我還想要出八、九個不同的溫柔的寫 OK 總而言之 這很簡單的 你就是要先去把 大家的權利義務先搞清楚 但第一個你要先搞清楚的是 我現在是站在誰的立場? 我站在林安 還是站在林安公司? 好 然後再來做 這個交易發生的權利義務是什麼? 這樣子而已 好 所以這樣一個簡單的一個事件 你要先去做一點點小小的判斷 就這樣 好 所以我剛剛也提到啦 好 今天是你跟我們的維修有什麼關係? 一樣是在修這個車子 可是你要去想想看 這個修車子之下造成的效果是什麼? 如果這個修車換機油是常常要做的 我把你騎兩千公里就要換一次機油 那我就是常常要做 我做換了這個機油之後 並不能讓我這個車子 有可能更厲害的地方 沒有 好 它只是例行性的維修 那這樣子的話 這種維修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機油 那如果這個維修呢不常發生的 好 那這個維修之後呢 它可以造成的效果比較大 那譬如說 因為我換了輪胎 譬如說像剛剛麗澤講 換輪胎這個例子 他說你到底手機幹嘛? 你手機幹嘛? 蛤?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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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誤會了 先前 好 就說你的輪胎 因為你換了輪胎之後 本來我怎麼不可以用 可能我估計我車子可以用的是你 結果因為這個三年級的時候 就是我大力進來 我都還沒輛車 我估計我剛才大肆低誘 對吧? 這個車子什麼? 把它賣掉 但是就是有點殘值 但是我發現我在大山下的時候 換了輪胎之後 然後我就做了這個 我就發現我的車子 我換了輪胎之後 它其實可以不只用4年了 我可以把它什麼? 還可以把它轉賣出 因為我本來想要賣 就是4年之後 我要賣給人家的是 當破銅爛鐵 什麼汽車回收廠啊 那個什麼那邊 汽車的回收就500塊 但是我發現呢 我換了輪胎之後 我發現它是可以什麼? 可以持在久一點的 因為我的 它的那個零件等等 都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好 所以我估計呢 這整個的車子呢 我換了輪胎之後 還可以用3年 這個維修 它的造成的效率就比較長 那這種你就不能把它當作 是一個維修進行的維修 所以我們就要看 如果你在持有這個資產的當中 發生了一些事件 就是你做了一些的修理 那這些修理 你要先去判斷 它可以造成的效果是什麼? 來決定你的會計科目 好 所以這個先跟大家講 那我們對於說這種經常性的 我們叫做收益科目 好 這是一個名詞 它不是一個會計科目 你不要想過 四個字很漂亮 銀行存款 四個字很漂亮 銀行存款可以當作 會計科目沒有問題 但是收益支出 它不是一個會計科目 好 那如果你可以 你的這個維修 你這個支出呢 造成的效益比較長 我們叫做資本支出 那資本支出跟收益支出一樣 都是一個名詞 它都不是會計科目 好 我們要根據它造成的效益 來決定你的會計紀錄怎麼做 所以如果你是收益支出 那就很簡單 我們就把它借維修費 帶現金或應付費有問題 有免付錢 好 如果你造成的效益比較長 它是屬於資本支出 那就比較麻煩一點 我們要去判斷 它造成的效益 是什麼樣子的效益 好 如果像我剛剛講 你換了輪胎之後 你的效益是比較延長那個使用壽命的 好 這我們也在初塊裡頭提過囉 好 當你這個效益產生呢 這個資本支出產生是延長它的使用壽命 我就借累積折舊 帶現金或是帶應付費用 好 你是延長它的使用壽命 等一下 我剛剛輪車子可以用4年 沒有換了輪胎之後 我發現它可以用6年 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 是延長它的使用壽命 就換輪胎的會支出 那如果就是借累積折舊 帶現金 如果你付現金 好 這是你的造成的效果 就是延長它的壽命 那如果不現在延長它的壽命呢 它如果是增加它的效率 使用效率 比如說我原來呢 我那時候是50CC這樣 這是我 這當然在機械原理上 是不是不可能發生 我是假設這樣子說 來解釋另外一種效果 我本來是50CC的摩托車 好 那我騎了3年之後 我就把這個引擎換掉了 好 我覺得這50CC的引擎呢 太慢了 我就換了一個80CC的 那80CC呢 我換了這個80CC的 但是因為它也是二手 不是全新的 好 所以我換了一個二手的80CC的引擎 那這二手的80CC的引擎呢 欸 我換了之後呢 它並沒有辦法延長它的使用連線 就是這個摩托車 假設我原來估計是四年 我換了之後呢 我並沒有辦法 它從四年變成是五年或六年 可是我換了這80CC之後 我的好處是什麼 我可以讓這個摩托車騎得比較快一點 好 搬到我可能騎四十 在那個四十個月 那個每小時大概四十公里 我現在又換了一個80CC 我每小時可以騎到六十 好 所以它的使用效率提升了 那提升了的話呢 這個引擎我挖得起 我們要怎麼入障 這個時候我們要先去 還有一件事情要去判斷 好 我這個雖然我換了這個引擎80CC 我這個摩托車 整個摩托車並不能從四年 原來估計了四年 延長為更長 所以它沒有延長使用效率 使用秀密的那個效果 那它可以提升它的使用效率 因為它可以騎得比較快 好 但是我要怎麼樣去入障 我們接下來判斷 假設呢 這個引擎 假設這個車子 這個車體已經因為它 尤其是像我們這邊呢 鹽分比較重 所以車子呢可能容易生鏽啊 所以車體可能四年之後 都沒辦法使用 但是這個輪胎 對不起 這個引擎呢 我可以把它拆下來 然後再裝到 在另外賣 或者是另外放到其他的車子上面 那這個引擎可以跟這個車子分開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這個引擎就單獨入障 好 你就單獨入一個科目 或者騎摩托車引擎 前面你有個摩托車 好 那你現在呢 因為做了這個維修 這個換了這個摩托車的引擎呢 因為引擎是可以到時候 期限滿的時候 這個引擎可以單獨拿出來 就去做其他的運用的 那我就單獨承認一個摩托車引擎 這個換機科目 但是如果這個摩托車的這個引擎呢 跟這個車子焊在一起了 跟它的車體焊在一起了 這個車子呢 不開始用的時候 這個引擎已經沒有辦法拆下來了 因為拆下來這個引擎壞掉 那就沒有必要拆它嘛 那如果這個樣子的話呢 你就沒有需要再另外成立一個科目 你就直接把所發生的支出 直接當作是這個摩托車的成本增加 這樣聽懂嗎 好 所以一樣會延長它使用壽命 對不起啊 一樣會提升它的使用效率 不是延長使用壽命 一樣會提升它的使用效率 但是這個整體換製下來的東西 對於未來產生的效益 你要先去判斷 好 如果它可以跟原來的東西分離 原來的資產分離的話 那你就單獨成立 如果不行 那你就是直接借記這個 原來資產科目的成本增加 好 那課本上面會取一個例子 我們把後面那個例子講回來 它講的是比較大的 它講的是 假設它是一個建築物 裡面有一個電梯 建築物 我們其實是大一點的建築物 它大概都有電梯 那建築物呢 如果就我們的稅法的規定的話 我記得 若是剛股結構的話 這個房子 剛股結構的房子可以用50年 但是我們的電梯 大概不會用到50年 好 所以呢 電梯一般來講 它可能用了20年 就算你有每一個月啊 或者是常常在做正常的維修 可能它還是用它的使用受益 好 所以像這樣子的話呢 可能這個房子還沒有太換掉之前 還沒有把它報廢掉之前呢 它就必須什麼 先去換它的電梯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課本這個例子吧 好 那換這個電梯呢 它有 像我剛剛講的這個點 單純的 應該你要去判斷 這個電梯原來的成本 可不可以估計得出來 好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在我們的311頁的示例十五 好 示例十五呢 永昌公司 我們這個例子講 我們就下課 好 所以 請大家趁著點 等這邊呢 因為也太冷了 可以 空氣 那個 燈光也沒開 那冷氣可以冷氣 好 是太冷是冷氣嗎 好 好像大家都很容易昏昏熱水 好 所以大家趁著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課例十五 這個例子 好 永昌公司 他一回住呢 他購買了 但公設備 撐冷 八千萬 估計可以用四十年 沒有餐值 然後一直先買了幾點折舊 然後經過了十五年之後 決定將大樓的電梯做換新 那換這個新的電梯呢 花的是四百萬 那請問一下 這我換這個電梯 所花的四百萬 該怎麼做 那可能就要看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樣 你換了電梯 這個大樓還是只能用什麼 從 從 全部只能用四十年 所以他並不能用他的寫文說明 好 那把電梯換下來 那我們就要去看 我們的快速怎麼處理 它有幾個 好 這個情形是 講說我知道舊電梯的成本 好 舊電梯呢 是 成本是兩百萬 好 那我們就 講說這個兩百萬 我們就跟這個 跟房子是一樣的 講說我當時候呢 也認為我這個電梯呢 是可以用四十年 好 結果呢 我現在用了十五年之後 就把它換掉 所以我們就要去看 我換的時候呢 看好 所以你要想說 我們把電梯換掉 把新電梯 把舊電梯換掉 產生新的電梯 好 那因為這個電梯呢 基本上 從他的文字上面來講 他並沒有把它單獨 從他的建築物分裂出來 照理說應該要 應該要有單獨出來才對 可是他這邊 他沒有把它單獨 他還含在建築物裏面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他原來並沒有把電梯單獨去入障 所以他是把電梯包含在建築物裏面 做取得八千萬是整個 包括他裡面的所謂的機電設備 電梯也包含在裡面 所以八千萬全部在裡面 所以我把這個電梯換掉了 所以第一個 你要先把這個電梯裡面 原來的帳上的金額先什麼 先把它沖掉 好 想看呢 因為我剛才你講了 因為我一開始 因為單獨去承認這個電梯 這個建築物的機電設備 我全部把花了八千萬 全部叫做建築物 那第一個例子 我知道這個電梯是 那個兩百萬的成本 好 因為我把它處分掉了嘛 把它報廢掉了 好 因為他沒有跟我講 這個電梯換下來以後 可以做什麼 沒有 所以我就把它當做什麼 把它丟掉 因為他沒有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百萬 既然跟原來的建築物是綁在一起的 原來的建築物呢 它沒有殘質 可以用四十年 四十年 好 所以它的折就費用是 成本減掉殘質 成上直線法的折就方法 好 那因為它的殘質是四十年 所以每年會提的是五萬 五十萬 然後呢 我呢 已經用了十五年 所以我提的累計折就 已經提了多少 就五萬乘上 好 五萬乘上那個四五年 是七十五萬 所以呢 我 因為我把它衝掉 所以我就是借記累計折就 七十五萬 那我的帳篇價值 如果成本減掉累計折就方法 我的帳篇真實 它有一百二十五萬 其實這一百二十萬 它沒有告訴我 有什麼樣的一個回收 所以我這次能寫什麼 補販資產損失 一百二十五萬 好 這樣看懂嗎 如果告訴你 這舊電梯原來成本是兩百萬 那因為這個舊電梯呢 原來它包含在八千萬的建築物裡面 所以我沒有單獨去承認電梯的成本 所以當我把這個電梯報費掉的時候 把它衝掉的時候 我就是直接代記建築物 那因為我又另外花了四十萬 四百萬 所以我是借建築物 因為還是一樣啊 我沒有單獨承認科目 所以就才借建築物四百萬 代現金 好 四百萬 就是情況一 假設我知道舊的電梯的成本 那我要把舊電梯處分掉 再來重新承認我換件新電梯的金額 那這樣子之後請問一下 差一六年 這個建築物年底要提列的折舊費用是多少 好 這是差一六年的起初 那我問你呢 差一六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 建築物要提列的折舊費用 這個折舊費用怎麼算 好 這個純粹只是計算而已了 好 這個只是計算而已了 原來的資產八千萬 我除四十年 每年要提兩百萬 那我兩百萬裡面有多少 有五萬是屬於電梯的 那因為這個電梯已經扣掉了 所以扣掉電梯之外的建築物 這個要提一百九七五萬 然後另外我現在四百萬 因為本來四十年已經用更十五年了 就是說已經這個建築物 已經過了十五年了 只剩下二十五年 因為一樣是執限房 沒有財值 所以除二十五 那我們一定要提十六萬 所以加上原來的一百九十五萬的話 我們要提兩百九十一萬 好 其實呢 我也不要像課本寫的 我記得課本好像是這樣寫的 我也可以不用寫的這麼好 我可以怎麼寫呢 好 我的建築物本來八千萬 減掉我賣掉了兩百萬 其他上我又增加了一百四十萬 對不對 增加了四百萬 好 這是我的資產的原始成本 那我來看一下呢 去減掉我的累積折就 我原來的累積折就 每一年是兩百萬 一共是 一開始本來是兩百萬 好 一共提了十五年 一五年的年底為止 我提的折就費用已經是三千萬 然後你可以看我這邊是減掉一百 也減掉七十五萬 好 累積折就減少七十五萬 所以這是我的到X16年1月1號 發生這個換電梯之後的累積折就 好 然後呢 這是X16年 換了電梯之後的帳面價值 然後你有換了之後呢 告訴你說 它沒有增加殘值 所以我們現在算它是累積折就 折就費用啊 所以它的殘值是0 我剩下幾年 剩下二十五年 四十年 我已經過了什麼 十五年 最剩下四十年 所以你來算一下 我要每一年 往後每一年要提的折就費用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算 也可以像課本一樣 我先把舊之前的建築物八千萬 扣掉電梯兩百萬之後的折就費用 應該提多少 然後再把四百萬增加進來的電衣 每年要提二十五年 在這個二十五年的 那我年限每年要提累多少 我把它整個合起來算 所以八千萬 減掉兩百加四百 所以等下兩百 然後呢 你去減掉 好 這邊是不是三千萬 減掉七十五萬 所以是兩千兩百二十五萬 兩千九百二十五萬 所以我的累積則就是兩千九百二十五萬 所以我的帳面到差一六年 換了電梯之後的帳面金額是五千兩百七十五萬 去除二十五萬 一樣是兩千一百 兩百一十一萬 所以算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我就告訴你說 你也可以直接這樣算 好 不用像課本一樣 就建築物的算一個 然後再把換新的電梯再重新算一次 不要 我們就整個把它放在一起 就是得到我新的這個資產 這個資產做了這些 重製之後的成本 然後減掉重製之後的累計折就 都得到重製之後的帳面金額 那帳面金額再去重新去 對 往上去計算它的折就應該怎麼辦 直線法三十四零 剩下二十五萬 好 這是另外一種算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是假設第二個 假設我沒有辦法去電視就電梯的帳面金額 可是我可以根據物價不變動的情形 估算就電梯的原始成本三百二十萬 它我不知道原始的金額是多少 第一個呢 假設是說我知道我買的八千萬裡面 其實我知道有兩百萬是屬於就電梯的成本 好 所以我可以這樣算做 那第二個情形是我不知道原始的金額是多少 可是我可以估算的出來 那你可以估算的出來其實跟第一個有點像 好 因為我就是根據三百二十萬去算 它已經過了十五年應該提的折就費用是多少 這個例子其實跟第一種情形很像 只是第一種情形告訴你說 我原始買電梯的時候 這個舊電梯就是兩百萬 那第二種情形是我不知道原來買的時候 到底多少是算它 可是我可以估計的出來 估計的出來說這個電梯在那時候 我的買價應該是算八千萬裡面有三百二十萬 是算這個舊電梯的成本 所以第二種情形的話跟第一種情形 其實金額不同而已 但是因為它給的條件都差不多 因為你都可以去推算出來它的原始成本 好 推算出來的 雖然是推算出來 但是也是一樣 這樣你推算的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三百二十萬去除四十年乘十五年 所以呢 經過了這個時間點 我的折就費用也不同顏色型 折就費用就一百二十萬 好 一百二十萬 那我的原來的建築物 我是那個電梯是三百二十萬 所以我的處分資產損失就兩百萬 好 一樣我換這個新的電梯建範 成本一樣是四百萬 好 接下來我們要算它的折就費用 因為折就費用呢 我們這邊改箱只差在這邊是什麼 三百二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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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累計則就減少的是一百二十萬 這樣合影 其他沒變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是八千萬 減掉兩百萬 減掉三百二十萬 三百二十萬 加上四百萬 好 我的賬面 我的資產的原始成本 已經調整了八千零八十萬 然後我去減掉我到那個 從事之後的累計折就 所以是三千萬減掉 一百二十萬 是兩千八百八十萬 所以是五千兩百萬的 那個當面價值去除二十五年 所以我們往後 每一年提的折就費用是兩百零八十萬 就這樣而已 好 就這樣而已 好 這是施例十五 施例十五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例子都最主要是 我可以知道原來救資產的成本 或者我不知道它的成本 但是我可以推估的出來 我就這樣子做 好 那如果 這個我們後面有個 特殊折就方法再來講 好 這是施例十五給我們的例子 好 那維修的話呢 這後面已經看過了 所以施例十六大修之後的 折就費用都是從另一計算就好 所以施例十六我就不講了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講五分的問題 謝謝 если這就有一年是 大集中心 greeting 有個不給經過 感谢观看